女神曾经转生为密教的修炼者琼巴 跟着师父修行 琼巴的师父带着她秘密修行 密教的修行中有男女双修的东西 男女双修 修炼有素的人不会流于邪的东西 然而琼巴在修行前突然出现了异常 她感到火一样的东西在灼烧自己 她失去了理智 色心翻涌 师父看到她的表现 知道是色魔上身 驱魔未成 师父把她逐出了师门 被逐出师门的琼巴由怨而恨 心生歹意 她在师父的侄子一家的饮食中投毒 但是很快她就非常后悔 她赶紧回去救人 只救回了一个小女孩 她把小女孩寄养在别处 小女孩叫方侃 有一次 方侃在梦中看到 救她的人 资助她的人 就是害死她父母的人 幸好她确信 这个梦是真的 她心中逐渐自生了复仇的种子 可是她没有找到复仇的机会 琼巴遇到了一个懂巫术的人 这个人对琼巴非常好 她教给琼巴巫术的东西 琼巴学了 用起来还很灵验 结果就不断地有人来找她 给她钱财 让她施巫术 就这样 在琼巴的生命体系中 挂靠上了巫的因素 琼巴对世俗的爱与追求 获得了满足 琼巴在梦中看见了师父 师父眼里地看着她 琼巴心生恐惧 琼巴醒后不想使用巫术了 可是还是有人不断地找到她 请她帮忙 琼巴不知道 时日长久 那些支支叉叉地 附加在自己体系内的邪恶东西 会成为生命的负雷 前行的羁绊 有时琼巴想 远离禁忌的生活 日子过得很逍遥 但是她心中对高级的修行 还是保留了一份向往 每当她思虑纯净 心怀向往时 神佛都加持她的正念 每当她心生恶念时 就由坏生命 蜂拥而上 再加强她的欲念 琼巴曾经转生到云贵一带 是一个贫困人家的孩子 叫李巴 李巴早年父母双亡 她成为药饭花子 一个采药人 看她可怜 收留了她 她成为采药人的徒弟 李巴伸手皎洁 能攀上别人攀不上的高峰 采的药很稀有 师父很得意有这样的弟子 依次 师父做梦 梦见非常陡峭的山崖 上面有大片的兰花和红花 师父醒后 画出了地形 让李巴去找这个地方 李巴果然找到了 她攀登这样的崖峰 登了几次没登上去 她很生气 就开始怨师父 骂山峰 李巴远师父的时候 师父在家打了个喷嚏 她知道 李巴登山 肯定不顺利了 李巴马山的时候 山神听到了 正在寻山的山神 赶到了李巴的附近 她决定让李巴倒霉 山神弹指 打出了一个核桃 这个核桃 把正在攀崖的李巴 打了下来 李巴摔进一个牙缝里 她紧缩着身子 往里进 结果 进入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里 有一只喝得烂醉的狐狸 李巴听师父说过 有些狐狐狸 会修炼 身体有丹 会迷惑人 还会偷酒喝 李巴立刻 结果了这个狐狸 剥了她的皮 找到了师父说的丹 她把丹 包起来了 放进了 药囊里 她还用师父给的 刘黄勋 涂了山洞 还拿出了几道符 来震这个山洞 李巴从另一个洞口出去 转来转去 再也没有找到 原来的那个山峰 她采了一些草药 就回去了 李巴不知道 她进入的是另外空间 可是山神知道 山神知道 另外空间有磨盘山 山里有个狐狸 狐狸很霸道 有时来这边的山里偷东西 还会迷惑人 依次 狐狸把尿尿到山泉里 山泉被污染了好长时间 山神很恼火 却惹不起狐狸 那个狐狸修行很长时间了 非常狡猾 山神想让李巴倒霉 可是山神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李巴居然杀死了狐狸 不过这样也好 狐狸再也不能危害这一方了 山神也感到清静了许多 有时山神在想 那个骂自己的年轻人也很不一般 阴差阳错地结果了狐狸 李巴回去了 把采来的药给了师父 说了经历 师父把丹碾碎 搭配着各路草药 给人治病 奇怪的是 他把药钱都给了李巴 一次 李巴听见师父一边叹气一边说 一先不要找我的麻烦 是李巴傻的 你去找李巴 李巴觉得惊奇 师父也是可以捉腰的 怎么这么说话呢 李巴开始注意师父的言行 他发现了 的确有生命在作祟 在捉弄师父 李巴想把事情弄明白 有一次就有意地灌醉了师父 最久的师父说 李巴 有个生命找上了我 说 你杀的狐狸修行很久了 结果死得好惨 解释还魂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个生命说 有麻烦在等着你 天湖的野寨会纠缠着你 还让我捻你走 你记住 我以后怎么捻你 你都不要走 碾你的一定不是我 我可以保护你 免于天湖的命节 你以后转生 一定要拜个修行高的师父 才能躲过这命寨 李巴记住了师父的话 后来师父刁难他 要撵走他 李巴无论如何都不走 都很孝敬师父 师父教给了他 能够自保的法术 师父临终前对李巴说 徒儿 以后一定要修行啊 不要死于狐狸的命寨 那个云游至此的喇嘛说 以后会有发光的宝座等着你 你是有果位的人 可是成就多大的果位 就要解决背后多大的麻烦 师父 祝你成功 李巴说 师父 那个时候 我会遇到你吗 师父说 我也要寻找 能够使生命 获得永生的师父 李巴说 我希望我们找到的是同一个师父 如果我们相遇 请你一定唤醒我 催促我精进地修行 师父 答应了李巴的请求 师父去世后 李巴埋葬了师父 他开始出游 想找到高明的师父 一直没有找到 后来 他去了西藏 恰好看到了西藏的活佛雏形 他对活佛心生向往 心里就像有一团光明 在冉冉升起 那无言的美好 久久地回荡在李巴的心底 李巴还非常幸运地看到了 得到高僧的红化现象 高僧缘寂的时候 瞬间就是一道红光 整个身体都化掉了 李巴从修行的上师那里知道 是元神带着功圆满了 他还知道了 修行差一些的高僧 会留下些许头发和指甲 再差一些的 身体会缩化为一尺多高的人 就是身体没有完全转化 为高能量物质 他对这样的修行充满了向往 李巴在西藏定居下来 开始信仰西藏的神灵 他不止以此虔诚地去跪拜神山 希望生命能够升华 人心里的愿望真的很重要 他会为来世或者后几时铺垫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 李巴是个有来头的生命 溯源生命的境界也是很高的 而且一个人生生世世的剧本 在三界早就确定好了 人生其实是在按着一个写好的剧本在演 宿命这个东西确实存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